稍微看到我們去了貴河橋看死亡列車通過 但就這樣看真的好像沒什麼意思 那不如今集我們直接去坐這個死亡列車 去它最危險的懸崖峭壁路段 Let's go Hello Cove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死亡列車的其中一個站 我們今天就搭火車去一個死亡列車的懸崖火車站 我們由這個站開始搭火車過去 Let's go 幾點鐘有車 10點25分 Ryve 嘩 還好久了 還有半個小時 30分鐘前可以買票 現在差不多10點 喂 現在等火車 現在25分就到了 我們排了半個小時還在買票 火車還未來 還有3分鐘就來 等多一會 我們就上車了 你看看 人們可以下火車 你看看 人們可以下火車 軌道走 哇 今天很曬 這個是回來的車票 什麼 泰國人就有12匹 泰國人是12匹 外國人就有100匹 外國人就有100匹 單程 YES 就是來回200匹 現在36分了 5點了10分鐘了 人們說泰國火車 5點的情況都挺嚴重 其實都挺有可原的 這些是舊式的火車 不是新式的 一會兒 找那些位置 沒有人坐 你就坐 你想看 人們就坐 左手邊 車停 被人們落下了 上去 介紹你怎麼找位置 A LITTLE LONGER THAN A FEW MINUTES LATER 終於來了 等了車了 現在火車不設置 所以就自己找位置 我們找了一輛倒頭車 坐左手邊多點風景 看我們就坐左手邊 好 看看有什麼風景 哇 堡石市場 昨天去那個桂河橋 很多人在桂河橋這裡落 這個車要冬天來坐才好 因為是沒有冷氣的 像龜速地走 因為有很多人在旁邊 對 而且這些聲音都挺不錯的 好像熱的聲音 對 現在不看W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曬 非常曬 好熱 我現在要加速了 我現在要加速了 我還是要坐過半小時了 很大風了 手很發暖掉 很大風了 幸好今天沒有帶假髮出來 因為吹走了 又吵又大風 以前的人就是這樣坐火車 對 軟帶生物真的很幸福 千萬不要伸鏡頭 或者手出窗外 哇 好眼花 你看看我沒有快鏡 超快 這車除了坐坐下 有些樹葉飛進來之外 還有些蟲蟲飛進來 剛才撥在我的腳 嚇死了 有些人手操作 人手操作 紅旗的人還在上車 還沒開 OK 綠色旗可以開車 到了 哦 這裡就是死亡鐵路 這裡就是傳說中的死亡車站 我們在山崖邊 前面就是那個圓崖壁 這是傳說中的死亡車站 在河流旁邊 山崖旁邊 就在這條鐵路 乘了一個多小時 我們終於來到死亡鐵路最驚險的路段 這條鐵路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日軍為了後續補給 動員數十萬戰俘而建設而成 我們現在可以在畫面看到 這條鐵路是衣衫而建的 架空在400公尺高的高架上 右邊就是高山 左邊就是圓崖 而圓崖的下面就是貴河 建設這條鐵路的難度是十分之高 加上當年戰俘的工作環境是極度惡劣 以及當年日軍將本來要在6年的時間 強行縮轉到17個月 最後犧牲了10萬名戰俘 成為世界上建設時工人死亡率最高的鐵路 所以就有死亡鐵路之稱 哇 有些人站在這裡 哦 Hello 你們不害怕 對啦 我就很害怕 對啦 又是在這裡露營 旁邊就是這個山 到了 到站 哇 出了整個小時車 終於到了 Let's go 這裡就是遊客區了 對 觀光市集 哇 民族風 有什麼東西聽 現在可以 這些市集來來去去都是買這些 對呀 跟曼谷那些沒什麼分別 哦 是呀 有呀 它多了這些 什麼貴河的 貴河橋啊 貴河火車的衣服 但是 呃 不太適合 哇 這裡是食地區的 給椰子雪糕吃啊 在炸芋頭 炸芋絲 炸香蕉 哇 炸芋頭 好啊 這裡是死亡鐵路站啊 終於來到這裡了 好曬啊 買了東西 買了飲料 走吧 好曬啊 好 Let's go Let's go 去哪裡 去個洞裡 很漂亮啊 泰國這隻黃色花真的很漂亮 小心點 走這邊 哈哈 接著 人們就說我們 招生慣樣 大風點又不行 被樹葉吹又不行 被太陽曬又不行 現在走石頭都不行 招生慣樣 Yeah 我將我們看那個彎彎 在伊山而見的鐵路這樣 駛過來了 你看那個鐵路下面 是木頭而已啊 很有歷史的味道 這個洞超多人啊 不知道有什麼看呢 原來洞裡有個佛像 可以拜拜 這個是山洞中的佛像 對呀 烏龜石啊 靈龜石 這個洞很有西遊記的感覺 水簾洞盆之洞的那些 怎樣啊 老友 喂 坐吧 你坐吧 這個佛像好像一個人一樣 趴在這裡 小心啊 這裡 你看看這裡 要極小心 是獨木橋來的 偷偷地學 對呀 獨木橋來的 只可以一個人走 單程 應該OK的 我的體重應該可以走的 十正的 十正的 哇 要小心點 洞裡真是九曲十三彎 哦 應該也能進到的 沒有了嗎 沒有了 完了 雙洞的盡頭 來這些地方也要搭口衫來的 年紀大了 這個 你有沒有去張帽仔洞 這個是Deluxe版的張帽仔洞 對 張帽仔洞太窄了 太小了 那他們就收了寶藏的嘛 這麼大一個 一進來就拿了你的寶藏 哇 這條鐵路真的很危險 對 張帽仔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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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高正的朋友 真的要小心點 很害怕 我有點害怕 哇 這都要很高 我都要走回頭算了 很多人 有點害怕 害怕啊大哥 走一半就算了 其實就很安全的 不過真的有點害怕 畏高的 畏高院有點害怕 嘩小朋友都走 小心點小朋友 其實都安全的 不過還是算了 這裡是有點高的 要小心點 下面真的很高 好熱啊 剛才山後面就經過這條橋 我們剛才就經過這條鐵路過來 我們在那邊 一直走過來這邊 現在看影片的風景真的很漂亮 如果不怕高的朋友 記住走一條鐵路 打多點卡拍多點照片 好熱啊 拍一拍走 走啦走啦 好熱啊 看了這條片這麼久 大家有沒有發覺有些事情還沒做呢 沒錯啦 就是最重要的吃東西環節 有湯粉有飯 你吃什麼東西啊 什麼湯粉有什麼飯 就是那些豬肉粉那些 很爽 湯粉啊 湯粉啊 湯粉 好啊 正啊 有肉的 2000年後 我們只有五分鐘吃東西 如果車準時的話 因為它留下單 帶了三四個字 但它的粉是怎樣的 一塊嘛 粉黏在一塊 隨便吧 旅遊區是這樣的 快點吃完快點上車 就有車來了 唉 真是不幸運 竟然被餐廳留下單 大家來的時候 記住看時間 因為只有那半小時的時間 給你吃飯和觀光而已 有車有車有車 唉 火車來了 唉 吃到 很快 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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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混亂 剛剛吃完 最後一分鐘就跑出來了 你看多少人上車 開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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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乘火車的行程是有點趕 但小雲都覺得非常值得乘這段火車 因為乘火車才能拍到這麼漂亮的景 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請大家回程的時候 記住要坐右邊 因為這樣才能拍到這條彎彎的鐵路 它可以說是整段鐵路最漂亮的一部分 如果你坐在左邊 只可以近距離看著岩石 旁邊就是岩石 摸都摸到 又來到我們節目的尾聲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吧 欸欸欸欸 還沒完 還有個死亡鐵路功禮給大家 如果大家都想坐這個死亡列車 記得它一天只有三班車 如果你想經過貴河橋的話 就可以好像我們這樣 在Kanjallaburi上車 到Tamkazet下車 推介時間就是早上10點35分 那班車 11點53分 到原來照壁火車站下車 停留在那裡過幾小時 吃下飲料 拍照 逛下火車軌 然後下午1點36分回程 不過如果你覺得來回坐3個小時火車實在太費時間 但你又想去過精華路段 那你可以skip了貴河橋 可以在這個站上車 還有還有 大家記住提早30分鐘去到火車站買火車票 還有要代好你的護照 因為買火車票的時候 是要你的護照和填表的 最後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CLSS 我們會繼續發掘泰國好玩好吃的地方 下條片再見 拜拜 如果各位有興趣關注小苑在泰國的生活 記得記得CLSS 還有還有可以繼續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 下次再見 拜拜